美国发布的最新资料指出 加州高速公路是全美最繁忙的高速公路 贯穿西岸的5号洲际公路是全美最多人开的高速公路 而5号公路在加州部分行驶里程一年达到214亿里 占全路段的四分之一 不出南加州居民意外的是 每每在尖峰时间大塞车的10号和110号公路 列为全美第二和第三忙的公路 另一条要道405号公路则是被封为全美大城市中最繁忙的公路 每日最高有37万9千辆汽车通行 405号公路曾经两度封闭修路而引发交通末日 南加州高速公路繁忙的程度居全美之冠当之无愧 洛杉矶篇幅广大公共运输系统不发达 大多数人以汽车代步 塞车有如家常便饭 加州拥有全美最繁忙的高速公路系统 根据美国运输部的资料显示 加州高速公路每日平均有17万2千辆汽车行驶 加州居民在高速公路行驶的里程一年达到847亿里 足以来回太阳和地球450次 加州的高速公路行驶里程遥遥领先了第二和第三名的德州和佛里达州 德州仅仅557亿里 而佛州则是为347亿里 值得注意的是南加州地区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 因为流量持续增加不服使用而在扩建 包括405、60号、710以及10号和605号公路 加州交通处指出 加州目前有744个高速公路工程进行中 总计花费120亿元 中网电视编辑报导 約一静 惑 面 面